大家好,我是小吴 提到葡萄干 估计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的小零食 它味道酸甜,清爽开胃 大家也不要小看葡萄干 它的营养价值可是很多呢 每天把葡萄干能够改善贫血 注尽消化和抗氧化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把葡萄干放入白粗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神奇作用呢?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挑选葡萄干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呢? 第一,我们可以用手捏一捏试着手感 正常的葡萄干捏上去软硬度适中 手感会比较好 我们也可以用手抓一把看看 一般好的葡萄干都是干燥 表面无水分的 即使抓一把也是一颗一颗的 不会粘连在一起 像这样的葡萄干就是比较优质的葡萄干 反之,如果我们用手捏上去有明显的粘连感 甚至还出现破裂的现象 用手捏一下还会成团 或者粘连在手上 像这样的葡萄干就是劣质葡萄干了 就不建议大家购买 第二,闻一闻 我们可以闻一下我们面前的葡萄干 如果是正常风干的葡萄干 我们闻上去会有着非常明显的果干的香甜味 非常的清新自然 气味是很好闻的 如果闻上去有股非常浓郁的刺鼻的味道 酸味或者是梅味 那就有可能是用硫磺熏制出来的了 像这样的葡萄干就不建议大家再购买了 第三,尝一尝 我们在购买葡萄干时 遇到散装的葡萄干 我们也可以尝一尝它的味道 优质的葡萄干 吃上去口感是酸酸甜甜的 特别的清爽开胃 而被硫磺熏制过的葡萄干呢 吃上去会有滚梅油的味道 如果大家尝尝这种味道 那就不要再购买了 我们准备适量的葡萄干放入碗中 先倒入清水 把葡萄干的表面浸湿 然后再往里边浇适量的小苏打 我们都知道 瓜谷蔬菜之类的 都是理不开农药的 不打农药根本就种不成形 还在幼苗时期 就被虫子全部吃光了 所以经过三番两次的喷打农药 葡萄干的表面上 多多少少 都会存在着这些农药残留 我们先加入小苏打 像这样抓揉搓洗 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有效的 把这些农药残留分解掉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些脏水倒掉 大家看一下 洗脏的水实在是太脏了 现在呢 我们再往葡萄干里面 撒入适量的家用葡萄面粉 然后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葡萄干上面 都均匀的裹上面粉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面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力 使葡萄干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面粉就能把葡萄干 篝货里面的污渍 全部都吸附出来 抓拌至 感觉手上变得黏糊糊的就行 现在我们往里面打入清水 然后再继续装入搓洗 洗至水变的浑浊就可以了 现在再把这整姜水倒掉 最后我们往里面加一小食盐 再倒入清水 现在我们不用搓洗 就搅拌使食盐溶解开 然后浸泡三分钟左右就好 因为食盐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 像这样浸泡几分钟 就能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把盐水倒掉之后 我们再倒清水 把葡萄干表面的盐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白醋 这里建议大家选择酿造实处 不要选择酿制白醋 对于一般情况来说 酿制白醋都是人工勾锐的 买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我们把白醋倒清洗好的葡萄干里边 葡萄干经过我们这样的清洗 不管怎么使用都非常的干净健康了 白醋呢需要摸过葡萄干 然后就这样把葡萄干放在常温下 浸泡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吃啦 很多朋友都会问 酿化葡萄干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的作用还是蛮多的 对于爱美的女人来说 每天吃一小处泡葡萄干 只有美容养颜减肥瘦身的效果 另外下班族的朋友们也可以吃醋泡葡萄干哦 在觉得十分疲劳的时候吃上一点 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 总而言之 每天吃一小处泡葡萄干 对身体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帮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啦